美国联邦调查局不愿置评 美国网站国家评论1月30号的报道 以这句话开头 并写到国务院发言人 在一份电邮声明中回应 联邦调查局已经确认 与福州有关的海外派出所已经关闭 目前还不清楚该派出所是在什么时候 或何种情况下关闭 联邦调查局不愿对此事做进一步的评论 今年1月中旬 记者致电福州海外110派出所的电话询问 被告知派出所已经没有了 美国时事评论员恒河介绍 因为涉及美中两国之间的执法 海外派出所的关闭属于联邦一级的介入 第一 违反了美国法律 侵犯了美国主权 同时属于长臂管辖 他哪怕真的是什么事都不做 他都对海外的华人造成了一个威胁 执法实际上不是让中国人来执法 是美国来帮助他执法 但是他也做不到这一点 因为中国的法律体系和美国的法律体系不一样 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大量侵犯人权的 所以中国的犯罪在美国不见得是犯罪 所以美国政府是不能够和他们配合的 今年一月早些时候 纽约时报报道 作为布鲁克林联邦检察官刑事调查的一部分 联邦调查局的人员突击了 曼哈顿唐人街福建常乐工会的大楼 并从福州海外110派出所所在地常乐工会 取走了物证调查 记者致电了大楼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商户 他提到FBI前来调查是在两个月前 也就是2022年的11月 目前 爱尔兰 加拿大和荷兰的官员 都呼吁中共停止在他们国家的警务行动 根据非政府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最新报告 中共警方目前在外国 至少有102个海外警察服务中心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 纽约采访报道